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来源 华尔街建文作者 王牧在2018年首个交易日 新年假期后的美股强势回归 到琼斯工业 平均质数高开120.89点 涨幅0.49% 报24840.11点 标普500指数高开11.42点 涨幅0.43% 报2685.03点 非必须消费品和科技板块领涨 纳斯达克宗和纸数高开33.73点 涨幅0.49% 报6937.12点 半小时后涨幅扩 大致1% 在2017全年 每股三大指数均创至少20%的累涨幅度 都为2013年以来最佳表现 其中纳指涨幅最大为28.2% FedStandard Financial首席市场经济学家 PeterCardillo 对财经媒体CNBC表示 新年行情是上一年的延续 投资者相信经济增长会 推动企业盈利能力 AspitGoogle等于WiAdoW ABSBYGOOGLE PUSH LPL Financial高级市场策略 是Ryan Electric在推特指出 股市若在新年开盘利好 通常会嫌介入强劲的一年走势 过去20年间 每当标普500指数在新年首日走高 平均的全年涨幅为14.2% 在中概股方面 迅雷新年首歌销一日 盘出涨约4.6% 新浪和莫莫分别涨约3.6% 唯品会涨2.9% 京东涨2.6% 阿里巴巴涨2.2% 网易涨1.4% 由于伊朗局势震荡 由价期货在1月2日开盘后 交投预计两年半高位 每由WTI隔夜处及60.74美元 每通的2015年6月以来最高 不由处及67.29美元 每桶的2015年5月以来最高 这也是2014年1月以来 两个主要原油期 或品种双双 以高于60美元每桶的姿态开局新年 产油国的局势稳定 直接影响住国际油价 甚至全球经济动向 在伊朗动乱的催化下 国际油价已迅猛涨势冲进 2018年 SuckerPod也在研报中称 伊朗局势奠定了油价 2018年的牛市基础 Aspigo 等于 Wiado W ADSBY GOO GLE PUSH 黄金也在新年第一个交易日上涨 并呈现连涨8天的态势 将创 2011年中旬以来的最长连涨周期 现货金价涨至1313.43美元 每磅次的三个月新高 日内涨幅0.8% Conex两月黄金期货 也涨3.50美元 至1312.80美元 每盎司 金价在2017年 曾创新年来最佳年度表现 累涨了14% 30日连证券分析 是JONATHANBUTLER对财经媒体CNBC表示 黄金在2018年第一天 变交投于去年9月以来最高 是2013年以来的最强开年走势 也是有记录 以来第四次开 年占上1300美元 新年影响金价走势的核心因素 是发达国家 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速度与幅度 美元指数在新年第一个交易日继续走跌 不足92的关口 日内跌幅0.4% 2017年曾创14年以来最差表现 累跌近10% 欧元对美元在新年首个交易日 涨至4个月新高 站稳1.20关口上方 受益于市场对欧元区经济亮眼的期待 美债收益率在新年首个交易日走扬 10年期基债收益率站稳 2.43% 关口上方 30年期美债价格下跌 一个大点 收益率涨至2.790% 创2017年12月27日 以来盘中新高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涨2.81个基点 报1.911% 也逼近12月27日 所创2008年 以来盘中 最高位1.9251%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